翻譯 好 我現在很緊張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覺出來 喔...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 維邦 或者大家也可以叫我 Ben 我的維是新自行的維 邦是邦矯國的邦 就是這是我第一次在高雄的一個大舞台上面進行演講 所以我的緊張來自於此 同時是因為我今天爸媽也在現場 所以他們應該這是他們第一次聽我做比較大型的分享 所以希望我今天不會搞砸 OK 如剛剛所說我現在其實是在一個數位行銷領域裡面當工作者 不過同一時間我在我的下班之後我有另外一個身份 就是我是一個拿有國際證照的職涯諮詢師 或者是換一個說法它叫做生涯發展諮詢師 都可以 其實如其米納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幫助對職涯 對自己的生涯發展有迷茫的人 可以得到更多的方向跟看見自己發展的可能性 我是一個土生土長的高雄人 不過我從大學畢業 大學開始一直到我畢業之後工作都是在台北 對所以這次受到這個邀請其實還蠻敬相情趣的 對因為就像剛剛講到這是我第一次在高雄的大舞台上面演說 所以我一剛開始一直在猶豫我到底要不要接下這個邀請 不過我看到這次邀請的主題叫做突破舒適圈這件事情 那我就在想因為我自己過往突破舒適圈的經驗當中 絕大多數都能夠在實際走出去之後去得到很意想不到的收穫跟禮物 所以我就在想 假設我今天站在這個舞台上 不知道說這個18分鐘可以帶給我什麼樣的禮物跟收穫 那所以我還是決定接下這樣子的挑戰 我也希望我等一下分享的東西對大家來講是有幫助的 好 就像剛剛講到的我們這次我想分享的東西 雖然說主題叫做跨出舒適圈跟跨領域學習 不過在我自己的認知當中 在現在這個世代 你所有的資訊只要你確定你想要學 你都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用很有效率的方法去學習 所以我今天的比較大的重點 不會跟大家分享跨領域學習 而是放在突破舒適圈上面 好 我想先跟大家聊聊我對於這五個字的想法 不過我想要先聽聽看大家的想法是什麼 請大家幫我一個忙 是 我想邀請大家用五分 對不起五分鐘太長了 五秒鐘的時間幫我想一下 這五個字出現在你腦海當中的第一個直覺的感受是什麼 因為直覺所以不要太長 五秒鐘來囉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想到的幫我點個頭 有想法 OK 我看到絕大多數人點頭了 好 我在我的IG自媒體上面 我詢問了很多領域的朋友同樣的問題 然後我也收到了很多的答案 我把這些答案統整成了三個我最常看見的詞 分別是這三個 痛苦的 不得已的 為了生存我不得不去做的 如果剛剛你腦海當中這個直覺的感受跟上面的其中一個有一點接近的話請你幫我舉個手 我看到有大概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夥伴有舉手 我其實在一剛開始看到這個詞的時候我也有類似的感覺 就是Oh my God這實在是太痛苦了 如果今天要讓我選的話 我一百次應該我只會選擇一次離開這裡吧 而且那次可能還是不得不得 可是我就一直在想 可是我在我自己的人生生命經驗當中 有很多突破數字圈的經驗 難道數字圈外就真的就是一群妖魔鬼怪 牛鬼蛇城 每一次走出到外面都有看見一大堆很痛苦的東西嗎 好像也不是這樣 所以我後來想到 其實我對於數字圈這個東西的定義 好像會比較像我得像要分享的樣子 假設 我們今天把數字圈裡面 當作是一群已知 我們本來就很清楚 我們好像會蠻知道怎麼進行操作的東西的話 那數字圈外就是倒過來 意思就是 所有的未知沒有那麼確定 現在想到它的時候會有點模糊 有點空白的東西 好像都可以當作是數字圈外的東西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定義你們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講到這幾個例子 全部都是突破數字圈的一種 舉例來說 你今天早上起來 你去了一間你從來沒有進去過的早餐點 你點了一個 你沒有吃過的一個品項 這是一種面對未知 因為你沒有去過 或者是說你選擇了一堂外系的課 這堂外系的課你連這個課程大綱你都沒有看過 你只是覺得喔這個課名稱聽起來太酷了吧 所以你選擇了它 這也是一種突破數字圈 或者是你今天在下班或下課的時候 你選擇了一條你從來沒有走過的路 你只是想看看這條路可以帶給你什麼樣的驚喜 這也是一種面對未知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這幾個經驗 剛剛這幾個例子 說不定它都可以被當作突破數字圈的一種 好 那如果是在這個定義之下 我想要第一個帶出來的事情就是 那會不會突破數字圈其實沒有這麼恐怖的 反而它有的時候還令人有點期待 我自己再去一家新的早餐店的時候 我應該會蠻期待的 好 所以我想要在一剛開始 把這一個好像有點困難有點重的主題 試著用這個方式去打破 不過我知道突破數字圈這五個字 可能還是有一點點反人類直覺 所謂的人類直覺就是 裡面很舒服所以我不想出去 那我自己過往是怎麼做到這件事情的 我也很希望把我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所以我統整了一個詞 這個詞叫做熱氣池 熱氣池這三個字分別代表的是 我認為在突破數字圈當中 很重要的三個步驟 好 我知道熱氣池這個世界上沒有這個東西 但是我一直在想 我能不能變成熱水池啊 或者是熱氣球 可是我後來發現就是應對不上 所以我只好取了這個熱氣池這個詞 好 就請大家稍微體驗一下 接受這個你可能從來沒有聽過 但應該還算好記的詞 好 那我等一下就會來分享一下 熱氣池分別代表的是什麼 那希望說這個流程對大家來講也是有幫助的 我也會輔助一些我自己的經驗來做說明這樣 好 首先第一個是熱 它是我判斷也覺得最重要的一步 叫做找到熱誠 好 我們用比較生活化的方式 就是來讓大家去想像一下 想像一下你現在躺在你們家的冷氣房裡面 很舒服的床上 突然有一個人走進來 然後對著你說 欸 走啊 我們出去 當你聽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你第一個會回他的那個那句話是什麼 我問過很多人這個問題 絕大多數人會說 要去哪 你要帶我去哪裡 好 如果你剛剛在聽到這個問句的時候 你也有一樣的想法 可以幫我點個頭嗎 很多人都會點頭 好 那你會問這句話代表的意思就是 你會想知道 今天我們接下來要去到的那個地方 它對我有沒有幫助 它值不值得我期待 那是不是一個有趣的地方 來決定我今天要不要離開這個舒服的床嗎 對 所以當大家今天假設 很想要做突破速度券這件事情 可是不知從何開始的時候 我想邀請大家可以想想看 那你人生當中的熱忱是什麼 有沒有一件事情是 你一直都很希望去做的 你很想實行的 你計畫很久 它到你腦海當中盤旋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可是你從來沒有跨出去過 那這個熱忱本身 說不定就可以當作是你 接下來想要去走到的那個目標或島嶼 舉例來說 與我自己的經驗來談 剛剛介紹的時候有講到 我之前在科技業工作 那後來去到了非營利組織 我在我大四的畢業那一刻 我做了人生最大的一個突破數字圈的轉換 我念氣管系 然後氣管系有一些產業上的主流 金融業啊科技業啊顧問業啊 大概來說就是這幾個賺錢比較多的產業 所以我在大學的四年期間 所有的工作經驗跟實習的經驗 其實也都是在這些產業裡面打轉 我一直到我畢業的那一刻 我就是仔細的問自己說 接下來我難道就要去成為一個 一直會走在科技業的工作者的嗎 我對此其實有點純疑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所以我就花了一兩天的時間 好好的跟自己對話 我後來發現 其實我更期待的事情是如果可以的話 我希望我工作的成果 可以讓這個社會上真的有需求的人 可以拿到 於是我決定做出了這個轉換 就是我離開了原本的科技業 我走往了教育的非營利組織裡面工作 然後我一待就待了四年 很多的人和我的同儕 我的家人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問我說 維芳你會不會後悔 你有沒有曾經想過 這個路其實你不應該走上的 老實說我從來並不覺得 就我沒有覺得後悔過 我每一刻都覺得很幸福 原因是因為我深知這件事情是我的熱忱 我很喜歡這件事 當我今天有機會可以去 看到那個島嶼它更真實的樣子 當我今天知道我是走在 我很喜歡的路向的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情蠻令我滿意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要找到熱忱 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深著想想看 對你們來說 你們真的最在意的事情是什麼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們很想做 但它現在不存在在你們生命當中的 它可能就會是你接下來可以去努力的目標 第二個是氣 氣指的是盤點武器 所謂的盤點武器指的是 當你今天看到的那座島嶼 你的熱忱在那邊的時候 請不要就一股腦了就開始往前游泳了 它在那邊我要趕快衝過去 其實最應該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回頭看一下你的背包裡面 有沒有適合你走往那個道路的工具 說不定你要去到那個島嶼 你的背包裡面已經放這一艘船了 你就直接搭上船就可以走到那個地方了 只是你沒有盤點你不知道 一樣 舉我的例子來當作是給大家參考的範例 我在兩年前拿到職牙諮詢師的 就是證照的時候 我一直有一個想法 是我想要開一個職牙諮詢的平台 我想要讓很多有職牙諮詢專業的職牙諮詢師 可以在上面 然後我想要讓這個社會上 更多有職牙諮詢需求的人 可以看到這個平台 可是我一直沒有去做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 聽起來就超級難 那一直到大概兩三個月之前 我突然很想要去實踐看看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一直空想不是辦法 所以我就開始去思考看看說 那到底這件事情應該要怎麼做才能做得到 其實要把這個平台搭起來 大概來說就分三件事 第一個就是把網站搭好 第二件事情是我要找一群職牙諮詢師 進到這個平台裡面來 第三件事情是把它推廣出去 那在我去把這個東西定義出來之後 我就開始去想 那我的武器是什麼 我可不可以很簡單的做到這些事 把這個好像聽起來有點困難的事情 用很有效率的方法完成 於是我就上網看了一下 第一個叫做打網站 現在在YouTube上面有超級多的免費影片 教大家怎麼用很低的成本把網站打好 原來這件事情這麼簡單 我做得到 第二件事情叫做我要去找職牙諮詢師 進到這個網站裡面來 這件事情我本來就有 因為我在上職牙諮詢課程的時候 我所有的同學都是現在的職牙諮詢師 所以我有很多認識的職牙諮詢師的人脈 第三個叫做我要把這個網站推廣出去 讓更多有需要的人可以看到 那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我現在在一個數位行銷公司工作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做網站的推廣 於是我發現 我可以把我工作當中的所學 應用在這個平台上面 原來兩年前我覺得 這麼這麼困難的東西 其實我可以用很有效率的方法 此時此刻我有很多的武器可以去做得到 所以我的第二步就是盤點武器 讓我們有很有效率的方法 有機會走到那個島嶼 也邀請大家 當你今天想到的那個熱忱 你看到它就在你眼前的時候 請先盤點一下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可以拿出來運用的 而最後的一步 也是我認為最最重要的一個 叫做持 就是持之以恆 持之以恆這四個字 不知道大家在看到的時候 會不會跟我當初寫上來的時候 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偉邦這也太雞湯了吧 這個從小聽到大的東西 老生常談你也敢拿出來講 好我一剛開始其實非常抗拒這個詞 因為我一直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我從小聽到大的東西 太無聊了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說 我可以怎麼樣把這個詞給替換掉 那 讓這個四個字可以變得更有趣這樣 那它現在出現在上面的原因就是我失敗了 我沒有辦法期待掉它 原因是因為它會是一個老生常談 或者是我們從小聽到大的東西 就是因為它真的太重要了 好像在我們任何聽到的 蠻有趣的成功故事 或者是達到自己理想中的自己的時候 避不開的一個環節 對我自己來講 持之以恆其實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老實說我是一個三分鐘熱路的人 我蠻常虎頭捨味的 那我自己是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幫助自己 比較可以簡單的去做到持之以恆這件事呢 我也想分享給大家 那我最近在使用的一個方法 它叫做二十四分之一法則 我先聽聽看大家 對二十四分之一這個數字的想法好了 用簡單的數學來算 二十四分之一的趴數是四點二四點三趴 在座的各位覺得四點二四點三趴這個數字 是大的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沒有 你覺得它很小的沒有很大的可以幫我舉個手嗎 絕大多數人應該會有類似的想法 我想說的是二十四分之一的法則 就是想邀請大家用你每天二十四個小時裡面的 其中一個小時的時間 去做一件對你來講很重要 你也很想要去完成的事 每一天只要一個小時就好 我剛剛說我在兩三個月之前 我想要把這個平台給搭起來 所以我用了六十天的時間 開始做這件事 這個網站從它原本不存在 到現在當你搜尋職牙相談室 這五個字的時候 你已經可以看到這個網站了 在這個網站上面也已經有 我自己寫上去的職牙諮詢的專業文章 也開始有一些職牙諮詢師進駐 然後這個網站也實際的開始在幫我帶進一些 真的有職牙諮詢需求的客員 這是我用六十天的時間 每一天我真的只花了一個小時 而做出來的成果 我沒有要分享我自己多厲害 因為這件事情放在你們深海海做得到 我想邀請大家的事情是 用六十天就可以累積六十個小時的成果 如果就可以走到這麼遠的話 那當大家看到的這一個 你很想去到的地方 並且你盤點好 你想要用使用的武器之後 你們也一定可以 好 時間差不多快要結束了 所以我最後的結尾 我不希望今天的這一個分享 它只是一個參考值 其實我還滿期待說 如果今天 當你剛剛在想到你的這個熱忱 我在講到盤點熱忱的時候 找到熱忱的時候 你有很直覺跑出來 在你腦海當中的東西 當我在講盤點武器的時候 你也有想到可以拿出來運用的能力 而當我最後談到持字以恆的時候 你也覺得 這是你現在想實踐的事情 最後我想收在一個邀請 這個邀請跟這個QR Code有關 當你掃進去之後 這是一個LINE的社群 這個LINE的社群 此時此刻只有我自己 我想要邀請 假設你現在有一個想要突破舒適圈 試著去學習 或試著去嘗試的事 我想邀請你去到這個群組裡面來 在這個群組當中 我每一天都會分享 我為了這個網站 或者是未來我想要去做的其他事情 我每一天用一個小時的時間 堆疊的成果跟收獲是什麼 然後我想邀請大家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 或許你也可以進到這個群組裡面來 每天花一點點的時間 和我們分享一下 沒有壓力的去講 你今天為了你想做到的事情 你突破了什麼 你多做了一些什麼 你學習了什麼 然後我敢跟大家打賭跟保證的是 用30天就好 你在30天一個月 這麼短的時間之後 你回過頭來看 一個月前的自己 你一定可以發現 你已經成長很多了 你在軟硬實力上 都會有很多的提升 甚至是 你有可能更認同自己 現在在前去的腳步 你也會變成一個 更閃閃發光 更理想的自己 所以 希望 這三個字 還有二十四分之一法則 還有 最後的這個邀請 能夠 不單只是讓今天的大家 在內心上有收穫 也有機會可以幫助到大家 走往一個你們更期待走往的路 感謝 這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